老規矩,之前Apple就在WDC發佈了iOS 18 加入了一些新功能 現在public beta都出了一段時間 遲些一樣,9月應該會連接最新的iPhone一起正式出街 今次就率先跟大家試用一下新功能 看看實不實用,對不對 如果大家想搶先體驗一下iOS 18 public beta 首先要看看iPhone能否支援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至於怎樣使用到public beta 一直都有讀者一直問我 所以簡單說一下 首先你去到這個網站 然後用你的Apple ID去sign up 之後就在電話的設定上選一般 再選軟件更新 你就可以見到可以更新iOS 18 public beta 好,溫馨提示說明 因為public beta也是beta 有bug、發熱、酒店是說不賣的 但App也是很常見的情況 如果你有多部後備機是OK的 但如果主力機的話就小心至上 其實一般用戶 等到9月秋季iOS 18正式版 推出之後再升級都未遲 所以如果很心急的話 不如就看著我接下來的示範 首先就有一系列的更新 關於外觀界面 第一個就是homescreen自由執位 對呀,有用Android的用家就會比較親切 就是App icon可以任意放放在homescreen的不同位置 都真的挺方便整理你的homescreen layout 用大機的朋友可以直接放在容易觸及的位置 例如是左右下角 接下來就是關於控制中心那裡 都是方便你整理的 就是control center加入了很多功能的widget 就可以拉大縮小的 那就不用說你剷掉了 再轉另一個size的widget的麻煩 甚至可以由App icon轉為widget 或者反轉也可以 而第三個就是homescreen 可以換最底的兩顆常用工具 真是正所謂這個小改變大改善 自問一直以來的電筒和相機按鈕都很少用 第一,不是經常用到電筒 第二,homescreen向左 swipe都已經是開相機 所以是重覆了 這次的改動是令這兩個位置的按鈕重生 基本上大部份在control center的按鈕 都可以選擇放在這兩個位置 用shortcut開App也可以 我只選擇了留一顆錄音按鈕放在那裡 方便我錄下一些想法 本來我想換一個低耗電模式的按鈕 但竟然沒有這個選項 那你們又會放些什麼呢? 接著就是要說Photos App 它就是重新設計過 所以我們要重新適應 那好不好用呢? 很需要時間驗證 我用了一段時間 我都要明白了Apple的心思 大致上分為上下兩部分 上半部分主要是看相片的位置 左右swipe就會有不同的相片類型可以看到 你還可以自訂你左右swipe的相片 所以都很方便找你日常常用分類 而下半部分就是你相片分類組成的相簿 而這些分類是Apple自己幫你做分類 例如是最近幾天 就會將你近日的相片分為每日的相簿 接著就是人物與寵物 就是以前的人物相簿 然後新增一個可以選的相簿 你就可以自選不同種類的相簿 去Print 再滾下去就是有回憶、旅程 接著才到你自己設定的相簿 以及一些share的相簿 以及一些不同類型的媒體 而媒體類型都多了 就是有收據、手寫、插圖、二維碼 讓大家更容易找回這類相片 因為其實有時這些都很重要 以上說的都是它Default給你的狀態 其實你可以自訂所有出現的相簿 也可以自己排列這些相簿出現的次序 暫時我自己覺得未習慣多過覺得不好用 因為始終這個Photo App都很久沒變過了 剛才是一些改善 現在就是一些新的功能 例如第一個 就是電話的留言信箱會自動幫你變文字 因為我們平時收不少廣告電話 令我們看到一些不懂的電話都不會聽 變成多了很多口信要看 但你又很怕錯過重要的東西 你逐個逐個聽又浪費時間 所以這個新功能是挺好用的 因為你直接按進去那個口信的位置 它已經自動顯示了文字 告訴你整個口信在說什麼 第二個就是Password App 這個App的出現 用家可以更集中的管理自己的Password 就沒有藉口去懶 不管自己的安全 不管自己的生死 除了網站和App的密碼 你也可以在這裡管理 你也可以管理你的驗證碼 WiFi密碼 以及檢視你的密碼的保安問題 總之就在那裡了 它也有一個叫做與家人共享密碼的功能 你就可以選擇某部份的密碼 和你家人分享 不過就只限定Password 網站和App的密碼 而WiFi密碼 就可以直接顯示個QR Code 被人奪 大家就不用經常說很長的密碼 接著就是鎖定或者隱藏App 需要你的Face ID 只要在Home screen 或者在App的資料庫裡 找到你想鎖定或者隱藏App 然後你長按App icon 就會有需要Face ID的選項給你選擇 如果只是鎖定的話 就選擇需要Face ID 如果你是鎖定加隱藏 就選擇隱藏並需要Face ID就可以了 那大家為什麼要用 和喜歡怎樣用 就釋除尊便 接著就是很搶眼的計算機APP的升級 可以將一些單位做一些轉換 大致上你也想像到有多方便 不過我有點小投訴 希望Beta之後會有更新 就是竟然沒有按兩次加好 再按等如 可以一路加上的這個實體計算機功能 連All Cancel都要長按Delete Swipe數字D的常用手勢都沒有了 那是真的有點不習慣 不過另外一方面 它加入了一些計算的歷史紀錄 單位轉換功能 和數學備忘錄 我自己就覺得轉換功能算是挺好用的 日常的轉換例如是貨幣 例面積、長度、溫度、容量、重量 甚至是時間、氣壓、功率、油耗、數據單位 都可以轉換 但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不能排序了 即是不會將你用過的 排序得更高 變相即使是常用的單位 你也要找一找才可以選擇 那好了 至於這個數學備忘錄 對我來說 目前好像大海一樣 普通加減程度一定可以 也畫過Graph 但因為目前Beta版 它沒有一個List 它告訴你 其實它是有什麼做到 有什麼做不到 其實都是用家 不停地去試 不停地去試 你才可以知道 就好像 例如你直接寫代數的算式 計算不到 然後這個我覺得挺實用的 就是在這個Calendar App 看到這個提醒事項 它是將這兩個很重要的功能整合 完全是提升了這兩個App的實用度 看著月曆 大概就可以知道 哪天有什麼Task要完成 而Calendar的UI 但是它也有更新 就是你用兩隻手指 就可以在月份放大 縮小 Zoom In Zoom Out的月份模式 你就可以很隨心 和很快捷地看到 每一天有什麼行程 或者你整個月大概的行程 是怎樣 即是你想宏觀點 還是微觀點看 都沒問題 然後這個 我見有很多IG的creator 都會拿出來說的 就是Eye Tracking的輔助功能 我在這裡簡單介紹的用法 就是 使你不用用任何聲音 以及不用用任何手勢 因為它就是利用眼球 去移動和控制你的iPhone 你設定Eye Tracking的時候 它就會指示你 膜室螢幕上的某一個點 這個點過幾秒就會移動到另一個位置 用家就用眼球 跟著移動 去跟著要你望的那個點 一分鐘左右就設定好了 我自己試過在過程中 或者之後使用的時候 頭部的位置和原本設定的時候 分別太大 不太一樣的話 就會不太準 甚至可能它會叫你重新再設定 我自己就覺得 比起聲音控制 用眼球控制iPhone 可以說是更快和更準 好 接下來就是電池管理 之前iPhone 15 就開始新加了這個電池管理 只可以設定在一個80%的限制 這次更新有更多的選擇 除了80之外 可以選擇85 90 和95 無疑就是照顧一些想管理好電池 但80%其實未必夠大家用的朋友 跟著就關於Facetime 這個真的要留心聽 不是那麼簡單 之前也預告過這個功能 是最適合解決 長輩使用iPhone或iPad的問題 用法非常簡單 它簡直是夠世界 只要你打通了Facetime 然後在上面 這排的制度選擇分享 你就可以選擇 分享自己的畫面 或者叫對方share畫面給你 你就會在Facetime裡面 看到對方的手機畫面 然後你就可以在上面 圈、畫箭咀、按摩 對方就會看到 你是在按摩哪裡 如果他真的不懂 你要再幫忙 你就直接選擇Request Control 就可以直接遙距控制他的相機 你連他的相機都可以開到 不過你要記得 雙方的電話 即是你父母的電話 都要是ROS18才可以用到 好了 我都自己試了一段時間的Public Beta 為什麼在開始 都叫大家 可能普通的用家 不要亂update 要等到正式版 因為他怎樣都會有些問題 例如Follow Apps 會在SwiperSwiper的時候 彈App 又或者 現在Today View 是沒有了一個自訂Widget的選擇 就是你的App 全部都要夠update 你才可以放到它的版面 另外還有大家很擔心的 銀行App 開不開到的問題 那我就幫大家 試了以下這麼多間的銀行App 暫時沒有試過是開不到的 如果以下是沒有包括你的銀行App 你留言告訴我 我再幫你試吧 今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先多謝大家支持Karen Lee 希望接下來可以拍到更多不同的主題 所以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鈴鐺 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